做到省時間、省煩惱跟省錢 那如果你現在去問台灣任何一家餐廳或者是診所或者是零售業 他們現場怎麼管理人力怎麼排辦的話 他們會跟你說我就是用這個一個大部分人看不懂的Excel的表格 所以他們其實現在都是用所謂人工跟資本的方式在做管理 那其實這就是很容易出錯 而且非常沒有效率 那這也是為什麼說新的中華型企業呢 大概有25%他第一年就會fail 因為他們在管理效率上面跟這個budget 這個成本控制啊 或者是在數據分析上面 他因為這種資本關係沒有辦法有效率去得到一個價值 那我們IvoCrew呢就是在做這個方面解決方案 我們提供我們是一個SaaS服務 我們提供了一個Data Insight 例如人力成本的預測 然後我們的人力管理的系統呢 能幫助他們減少九成以上的人工在核算跟計算薪資類似這種的時間 那其中我們還有包含幫助他們做勞機法的這個房呆 我們建在系統裡面 那原本 這些中華型業商家他們常常是老闆他自己在算員工的薪資 員工的工時加班時數 通常他們會要三天的時間 然後每個月 那如果用IvoCrew的話呢 我們是30秒鐘就能幫他做到這件事情 同時我們是給他一個合法的這個 合法的這個班 班表跟合法的這個薪資 那在人力成本方面呢 以餐飲業為例 我們能有效的幫他們 透過數據化的方式 減少大概5%的人力成本 那這代表說他們的盈利呢 通常可以上升到10%左右 那像我剛剛說我們是一個SaaS服務 我們的Business Model很簡單 我們就是算這個餐廳規模 5人的話就是5個人的費 5個人的月費 或是200人的集團的話就是200人的月費 那我們從去年10月呢 開始正式上限收費 我們最近有大概800個 就是員工規模的這個使用 paying user 那這邊 就是我是博成 那我們是艾伯CEO 然後Peterman他是負責所有的coding 他的CTO 那我個人是有餐廳經營的經驗 那我們我跟Peterman家起來 總共有超過10年 在新創 並推出了新產品的這個相關的經驗 那我們艾伯酷人 其實我們不是人資系統 因為人資系統 其實他是作為辦公室的 朝九晚五 我們是特別針對例如餐飲啊 醫療還有零售業 這些他需要有一個排班班表 的這些所謂排班制的產業 我們特別為他們解決他們的痛點 好 那這就是我們艾伯酷目前在做的事情 接下來可能就是我們上次應該有分享過我們就是希望提出的問題 就是在唐鳳這邊能如何在我們可能在如何幫助勞動局勞動部這邊他們原本在做的事情 我們認為我們是有辦法幫助他們做到規模化的這個規模化的就是保障勞動的權益啦 對 那我在那個文件當中 我是提出說現行勞動部呢 他們會他們有所謂的法尊的仿視 那就是去針對各個中小微型企業派公務員去現場去看說 OK他們目前的這個勞動條件然後或者是有沒有遵循勞基法 包含員工的加班分有沒有算對性質有沒有正確的給等等的 但是可想而知台灣的工中小企業單位就有70萬家 那目前用這個法尊訪式方式呢其實沒有辦法規模化的保障到所有的在這些中小企業工作的員工 那就我們自己的經驗了我們在接觸這些大部分是餐飲業者我們也有診所跟零售業的用物 我們觀察到說他們在用我們系統之前其實對於勞動法規其實非常不熟悉的 常常還是他們發出的薪水其實並沒有發合法的這個計算的方式這樣子 所以我們因為跟我們的用戶接觸到我們了解到現在其實有這個痛點 然後我們觀察到說政府其實有想要落實這個應該說公平的待遇給勞工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規模化執行所以我們注意到說我們是有機會幫助到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不知道唐鳳這邊目前的想法是什麼 但你的這個APP你剛剛又說它不是人資系統 意思是說它不產生人事資料新知證明跟儲勤證明嗎 還是就是說你要怎麼幫忙解決 如果你是比如說SwingV那你這套論述講得很通 那但是就是說實際上你會產生出讓它自動通過勞結的東西嗎 好我這樣子解釋好了 其實我說不是人資系統意思只是說因為人資系統 通常它意思是給辦公室朝九晚五的這方面使用 但是其實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工作它不是辦公室朝九晚五它是需要排班的 例如這個畫面上一家餐廳好了它有內場外場 還有這個早班晚班而且它的班表隨時在變化 對 所以這個他們的應用就沒有辦法去 比如說他們這家餐廳好他們就不可能用SwingV來當作他們人資系統 因為其實完全不符合他們的需求 那我的意思只是說我們是針對這些排班制產業而設計 對對對但我的意思是說你可以產生出勞結人要看的那些東西 哦可以可以可以 比如說因為我們會有排班紀錄跟員工打卡紀錄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完整他們的出勤的資料跟排班的資料 那人事跟薪資證明也可以維護在裡面嗎 對我們是有做到完全薪資的結算例如加班費 然後呢缺勤然後勞健保這邊 所以我們是從排班打卡然後法規房來一直到薪資都幫他算好這樣子 那你剛說的是說勞檢會看的東西他就是說他可以下載他整個出勤資料 對啦對 然後他我們會會組成一個Excel OK 那你們就會有一個完整的這個勞檢會需要看的資料 啊OK 所以像你們跟Storeview的合作Storeview只是在做巡視訪查客戶客流對不對 就是那個就是CCTV提供的東西 對那但是Internal的完全是你們在提供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Storeview只是我們在商業上的某個合作夥伴 其實我們在提供的內容跟甚至連甚至連目標客群都不太一樣 對啊 對啊 就是 對我們來說Storeview其實只是商業上的合作他們也許有些客戶他們會有 有人力管理的需求 有點像Joint Marketing那種感覺而已 對對對我們比較 呃如果說合作夥伴的話 我們其實跟iChef其實比較 嗯 比較有密切關係 因為我們的目標客群其實都是中小型 嗯 中小型這些商家 對我之前有跟iChef聊過 對 嗯嗯嗯 OK 所以所以你跟iChef是怎麼合作有一個bundle還是怎麼樣 呃我們就是算是經銷合作類似經銷合作 但是他們就是他們的這個Sales或者是客戶成功團隊 會去了解說他們現有用戶有沒有人力管理的需求 有的話他們會把這個客戶導到我們這邊 那呃包含金流啊教學等等 都全全部由我們這邊直接處理這樣子 他們有點像是只是介紹客人進來 OK就他是你的經銷商的這種感覺 那沒有反過來你不會幫忙賣iChef 呃老實說我們現在marketing等等還沒有還不夠大 老實說應該幫不到iChef 了解了解OK iChefMarketing是很有名的 好所以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我先recap了解一下我聽到的 首先就是說你不依賴你的任何合作夥伴 你自己就可以去產生老簡所需要的 包含什麼變形公式有的沒有的那些那些東西 這個你們系統自己就可以產生 他不需要賣兩個方案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呃從你的角度來看 呃你與其passively的說呃那你若覺得老簡很麻煩 可以呃買這套東西那不如是說政府自己來呃幫你推廣 說呃因為老簡對政府也有成本嘛 所以我我要節省老簡員的成本 所以呃我就超前部署 就是怎麼講就是我多輔導一個人用這個你們的產品 那我自己就省下了老簡成本 所以是後面這個vail proposition是對老簡的 老簡員本身的可以這樣理解嗎 呃可以那我個人目前的想法是說 也許他短期當然不可能說取代掉 嗯 老簡或者是法遵仿 但是也許可以做的方式是說 因為現行的法遵仿是呢他是呃去現場拜訪完 有發現有這個如果不合法部分他會去要求對方改善 對不對但其實我們也跟很多很多餐廳接觸過了 他們知道說可能被要求改善之後可能兩三個禮拜之後 他可能又忘完全忘記說我應該怎麼遵循法律 其實讓這家可能受到了呃老簡過的或者是法遵仿是過了 然後又發現有不合格的地方 也許就是讓他們可以呃使用我們系統 讓他們可以第一個是很快的上手說 我只要跟著這些提示去安排人力 那我就知道說我可以合法 就連四周變形公司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說長期下來他們因為有系統 所以他不會因為可能兩三禮拜之後 他就呃忘記怎麼執行或者是呃 呃又回到說不合法的狀態 OK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說法遵仿是本身不會裁法嘛 是老簡是後面的部分嘛 那所以我剛剛的問句比較想問說 你是比較想搭配前段還是後段 就是仿式還是老簡 那我聽到的是說呃你會覺得說 你不是取代掉仿式或老簡 不是說啊我有自動化這個我就免除老簡之義務 你覺得這個太遠我現在沒有要推到這邊 而是說我在仿式的時候可以用一個 這個是一個附加的工具 讓這個仿式比較能落實 等於說我仿式順便導入這個產品之後 我後面落到老簡機率就變低 而且我呃就比較不需要再次來仿式 我可以比較放心說呃我只要導入這個之後 我仿式希望他們做到的未來就可以繼續做到 所以不但是前端 而且是協助前端而不是取代前端 可以這樣講嗎 沒錯完全完全正確 OK 那如果是呃協助前端的話 就是說因為你們也在雲氏集上嘛 所以理論上並不是什麼法規命令 擋住你們這個被推薦 因為雲氏集每個都有自己的網址嘛 對而是只是awareness嘛 就是說有多少法尊方式的人員知道說 呃存在雲氏集 以及雲氏集上面你的你的超連結是這個 所以看起來只是行銷的問題 只是awareness的問題 不是呃compliance的問題 可以這樣理解嗎 嗯然後另外可能就是說呃 我們不太確定說就是法尊 法尊方式畢竟是政府 雖然政府單位去執行 嗯那政府單位能去推薦一個可能呃 呃民間新創的服務嗎 當然不行啊 所以他就他就只能推薦 請去看雲氏集的什麼什麼專區 對吧 那然後你們happens to be 那個專區裡面的某個 某個解決方案 是 對如果從政府的角度只能做到這裡 欸請說欸 或者說一個想法是說有沒有辦法 因為餐飲業我們的經驗是他其實 就是因為沒有現在市面上沒有合用的工具 所以他們 嗯我們的理解是這樣 就像剛才常奉政委講到那個順利 那他不適用於餐飲業 是因為他沒辦法支援動態排班 對啊 那我意思說如果他們那些老子園去 就是法尊去的時候他知道他們需要改善 但是他們因為現階段是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改善 所以整件事會變成沒辦法執行會這樣 所以我意思說有沒有辦法說政府單位有一個 一個co-owners 或者是有一個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房間有些工具可以幫忙 嗯 那他不知道誰 但是有一個地方可以讓我們去 把這個資訊公開給他們 就是有點像政府去想說 欸其實有些工具可以幫忙 然後幾個人去哪裡查 這樣 因為現在變成兩邊沒有一個對接 就是說他們其實也想要改善 但是他們沒有一個好的方式 嗯 對啊 然後我們遇到的其實很多年輕的餐飲業老闆 他其實就想要解決到這種老闆 就是 compliance 他其實也不想要去去 就是每天被勞檢這樣 嗯 就是老闆這樣 對 對 對 他沒有一個對接的 我理解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 好比像說 我現在去雲世紀嘛 然後我去補助專區 然後我輸入 呃 不知道考慶 或者是 呃 我不知道 你們最常用的關鍵字是什麼 排班之類的 哈哈 ok 你搜尋排班 考慶 嗯 或是餐飲業領售 應該都找得到我們的 嗯 排班就只有你們嘛 那我如果 排班其實也蠻多 沒有 我如果輸入排班只有 找得到你們 如果輸入考慶 還有另外一家棉花糖 漢格雲端 嗯 因為我們 關鍵字這邊 嗯 對啊 或者如果如果打HR HR就比較廣了嘛 欸HR反而找不到你們 嗯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要想一個某種關鍵字啊 好比像說 呃 勞檢 法尊方式 嗯 嗯 勞基法 嗯 好 勞基法可能是一個不錯的關鍵字 但是目前找不到任何人 好 對 我剛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先針對餐飲 因為 呃 我們現在感覺 餐飲大宗其實是很難 就是餐飲業大部分的 餐廳老闆其實很難 很容易去合法 嗯 因為他也不知道有工具可以用 然後他就用一些原本的convention在做 那也可以啊 那你就是去呃 就是鼓勵大家 share這個台灣雲事局補助餐 專區裡面的餐飲嗎 因為那當然他就會出現一堆post機什麼的 但是至少你們的也在上面嘛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有一個那個 那個經濟學叫什麼 sheling point 就是就是說我們這個在呃 台北這個幾月幾號中午 約在哪裡 那我不用特別講哪裡 大家就會去台北車站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就是就是 sheling point 那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雲事局也是類似這樣的 sheling point 因為如果沒有呃 呃就是一個部會出來背書 像雲事局是經濟部出來背書 嗯 那其實一般別的政府機關 包含勞動部 他很難去推廣一個不是GOVTW的網址 嗯嗯 對他不可能說去appstore下載 對不對 嗯 那所以像呃我們在呃 呃雲事局上面 我們curation的時候 確實現在好像只有網路開店 這個行銷推廣什麼之類的 就是比較沒有你們 你們要的那個狀態啦 對那但是那個是可以可以自訂的啊 就是說你如果就promote餐飲這個關鍵字的話 那大家的那個行銷就可以說 那請去雲事局的雲端方案 然後輸入餐飲就可以看到所有餐飲業相關的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因為它是tag嘛 你是上去再維護新的tag 你如果想要推一波新的什麼東西 那那你就可以這樣子做 像我們5倍券的時候就有一次這樣的聯合行銷 對所以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比你說 欸那呃我們就約定某一個特定的就是呃 勞動部的某一個司 或者是對你們的這種NXM 就是也有很多個需求方 但是也有很多個服務提供方 那那雙方的成本都很高 他們每一次要多一個promotion都要多簽合一次 那那倒不如說大家都來推薦人士集 然後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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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教导他们怎么去 没错 那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其实有法规防待这个tag 但是我打法规它没有出现 而且我觉得大家都会不会愿意 这个觉得自己待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 就是防待我不确定是一个很好的tag 对 我没有看到你的产品 有法规防待这个tag 我看到是餐饮零售服务 靠请派办人自薪子 你现在看我画面上 这里有 对啊可能 可能他有限制 有意思因为我没登录 我只看到你4000% 登录才会看到 我不确定 他也没登录 我看一下 我如果打薪资 我这边有一个小 意见想跟 就是云士级 其实对于SaaS来讲 非常不friend 那请说 因为他的账户系统 我们变成都要手动处理 先接一个客户 我们必须要手动去接单 然后就他完全没有API 帮我们让我们 像我们startup 其实人手很有限 我们变成每一个交易 都要manually处理 然后他开发标 整个flow都没有办法automate 所以我是想说建议一下 对啊我们来改一下 就是说云士级刚听到两个feature request 一个是说不要只搜寻标题 这个标签也要能够全文检索一下 对不对 就是标签进入检索 然后按标签最好能够展开类似标签 就把他真的当hashtag这样用了 然后第二个是说 他在后面的就是结账 拆账的那个部分 对 对 那billing 那希望能够就是尽量全自动化 对不对 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设计 就是我们现在上架的方案呢 因为sars像我们很自然而然就是按seeds去买 人头 对 然后他因为他上架方案都一定要规定就是他是fixed 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只能上架 当然因为我们要match 我们要match那个钱嘛 要对要对发表的 对啊 所以主要的问题 他就会变成说买的话就变成 他假设是100人他要买10个方案 所以整件事就会变成不是那么scalable 我想一想 对 因为sars通常都是你就是byseeds嘛 或者by一个usage 但是他会变成方案是fixed的 所以交易量就会 可是你不是有一个增购人数方案吗 增购人数方案 是是有没错 不过因为假设他今天27人好了 他有一个很尴尬 就是他要买两个10人的 然后呢 增购两个 增购7人 之类对 因为我刚才有讲说 我们每一个交易都要手动去处理 所以他又把事情又变得更麻烦 对但如果你的交易后端是全自动的 那就无所谓了 他要加一个人加7次随便 现在就是因为后面也没有办法自动化 所以整件事就变成很verbose 对那你的诉求应该是自动化 而不是 因为他一定人会变多变少 他还是要变多 他又聘了4个人 他还是要回来调整 对但他没有办法 像说我去定义说我的单位成本 然后他在购买的时候 就是根据他用的去选 然后自动调 因为我们像我们自己在 我们的bearing page 就是他选他的用 然后我们也要出一个相对应的price给他 他就这样买 就像一般的SARS就是这样 我理解啊 我理解 现在的问题只是说 你怎么联动回云士级 因为云士级还是需要 他的concent 因为理论上这边一半是政府出的钱嘛 对 就是说 可能没办法 对 但后面那个自动化 比较难 比较难 那这边也不是不行 我们之前有想过说 如果是去你的 好不像你们如果放在Amazon或GCP或哪里 去那边去挑 可是因为那边 他的meter的方法又不一样 他不是per C 他最多就是per什么unique IP 或者是per多少下载量 或per这个traffic 那这个的算法又跟你们不一样 对 所以你也不能用你的底层的 这个infrastructure那一层来帮忙做billing 所以我会建议是说 比较好的方式真的是 就是还是保留你这个per C的概念 然后maximum C还是要在这个画面做 那但是只是这个画面 要嘛就是像你说的 他可以手动输入一个range 那然后他27就输入27 然后平台就帮他算出27 这样虽然还是 虽然还是手动 但是至少你只要做一次手动嘛 对 那这是一个方案 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说 他这边还是就是笨笨的自己凑 那但是凑完之后 至少在后面你是自动结清 对 那这两个只要做到一个 你们就比较不痛苦 对 嗯嗯 好啊这个我会我会去跟云士吉那边讲 感谢 好 对 但还有另外就是我本来以为这些tag是可以搜寻的 没有了只有title啊 但是那个也是云士吉可以改的 那个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问题 好了解了解 对所以你们目前如果要行销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在补助专区 然后企业管理然后按人资啦 按人资好像你们就直接排到最前面吗 诶好像不是这边没有没有看到人资 诶你们你们没有被分类到人资哦 哦不对你们在第二页啊 你们在人资的第二页气管人资 你现在补助在中间 企业管理哦 对气管人资 哦OK 你们在第二页所以我刚没看到 嗯 了解 嗯 但概念上你们也是人资没有错 你如果卷下去的话 诶有诶 因为我有 因为你有给关键字啦 如果没有给关键字你们应该是跑到第二页 所以我刚才没看到 诶没错 没错 对 我第二页就第二页吧 我的意思是 总是总是一个sharing point 是是是 因为按照你的概念 第一页很多不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竞争者 嗯嗯 没错 不过的确因为 市场上还没有一个辨别说其实 办公室跟排班制的产业 其实需求完全不一样 所以大家还是会被归类到人资 然后这些就有点讯息被 还录掉 对 因为我们发现说很多产业 不管再大的一行 我们有跟网品开过会 他们现场还是在用Excel 嗯 他们连网品也是 嗯 所以 他们也不是没有试过人之用 其实都试过 只是真的现场没办法符合他们的需求 因为人资就算去做什么排班的功能 其实他们因为还是原始上还是做给办公司用的 所以整个架构就是不符合他们的需求 对 嗯嗯嗯嗯 我们很多用户也是原本有用其他人之用 然后发现不能用 对啊 然后回来用 那我觉得你们诉求就只能是 就准备排班或餐饮进去啊 可能就只能 因为我做钱就不这样 另外想请教唐弘的一个点是说 呃公部门有没有办法去 因为我们当然会 呃 极力去确保我们计算啊 这些compliant都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花很多离器去写那个algorithm 然后把所有法规的 甚至HCase都抓出来 那但是我在想说公部门有没有办法去 certify这件事情 如果有certify那就是regulation as code啊 就要变成那个劳动部要么要有一个整合测试包 呃输出 要么就是他的一开始的劳动检查的规则 就要呃用演算法写一次 嗯对吧 只有这两个做法 就是他 你呃 唐弘的意思是说有golden test case这样子 要么是golden test case 要么就是再往前一点 就是他是spec 这个spec就直接是code 那你就parse那个code就好 就我们的角色来讲 我们是希望帮助劳资评权这件事嘛 对 那我们当然极力要做到说他就是compliant 就是他就是真的合法计算 然后也精准计算 对 所以如果公部门去可以可以有办法提供一个certified 就certification 然后我们去apply 然后通过 那其实应该就是更有说服力 应该叫做有一个公系 那这件事情当然不是benefit我们而已 这是说如果公部门有这一种program的话 那相对想要做这一边的业者 他就可以有一个地方去努力嘛 有一个方向去努力说 我的app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选择用我的时候是因为公部门已经back了 说我们是有certified 所以他就更信任说我用iVo用我们就不用再烦恼说违法的问题 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是变成我们极力去确定他是合法的 甚至有一些 这边还是有一些比较advanced 就有一些case其实法律没有定义的那么清楚 我们有可能也要跟公部门engage说 那如果是这种case到底算不算合法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灰色的地方 对啊 对 然后像我们现在处理比较advanced 可以是share一下给老公知道 就是说我现在处理补修的管理 特年价管理这一些 还有比较advanced的加班费计算 像博神你可以show一下实际公司表 就是他其实大部分坊间他没办法 他只能用一个很约定熟成方式去计算加班费 但是他没办法精准算到说 因为很多东西会超过周上限或者是周期上限 他会提早进入加班费 这个基本上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力气去把它弄对 就是他其实蛮advanced的 就是他你要算对 你的最后出来的加班费才会是对的 不然其实你少算很多加班费 因为他有那个什么 市中变形公司 就是变形公司进来之后 整个会变得超复杂 就是你要 我理解 所以我才刚刚自己提借形公司 对对对 超过市中 他有个上限他会提早进入 然后你的加班费计算的tier就要apply了 所以我意思是说如果公部门可以提供一个 比如说certification program或certified program 那是不是对整个产业 对整个就是劳资的促进劳资评认是应该有比较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就可以了解那个就是program 然后就可以 对对对对 这个题目以我所知 呃就是reg tech 这个就严格来讲叫reg tech 呃在在金管会那边他们就是有做嘛 那像这个去年总统杯就有一个叫智慧法针队嘛 那我们知道就是金管会他是先把呃就是他自己的所有的主管法规 所有的xml全部都先丢出来嘛 嗯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跟应该是国泰金控嘛 呃就是组队再把这些翻译成code 嗯 然后那既然翻译成code 那他自己的不管是aml啊就是翻译钱 或者是什么呃一定年龄以上的长者 你在卖什么金融商品呃保单什么给他之前你要先确认什么之类之类的这些他就可以translate成呃就是你一定不会写错程式的部分 因为他只是编译这个regulation as code到你的界面上而已 等于你只是他的他的front end啊 对那那这样就就保证不会错 那这个就比golden test case更好一点 嗯 对那那但是这个部分你说我们劳动部的reg tech现在有没有这个这这我还真的不确定耶嗯 我不确定他们有一个有一个team在做这个耶 金管会我是或者像陆正司像呃就是交通那边可能也有这方面的量能那劳动的部分说不定有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对了解 这个如果有我们当然很希望可以参与就是嗯 嗯我知道他们是有有host一个呃先是民间线prototype然后他们自己呃host的加班费的试算系统 可是那个比较像是reference implementation那个比较不是我们在这边讲的regulation as code 对但是这个很值得做啊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总是可以可以倡议吗倡议是合法的吗对这就是你们可以呀FK这件事情啦然后看看说呃会不会变成呃就是勞冬部可以 这个做零右舍 其他的服务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有点用 那他们是不是 下个年度来试看看这样子 那真的能做到 Rectech Closed Regulation Xcode之前 有没有办法就是 透过人工方式来 certify说我们现在的 implementation的确是 如何法规的 因为我们的确还是 想要有一个真的认证说 OK我们的确 能帮助中小企业去合法算 这件事吗 对我无理解啊 但是没有spec 它要certify什么呢 对啊可能需要 这需要时间啊 而且需要规划 不过可能就是一步一步吧 就是我们就想说 现在老减法尊他们其实 就算去检查 然后给出说要改善 但其实他们有一个suggestion 就比较好的 就是可执行的suggestion 来跟他说 对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说 第一步soft 就是说我们之后 去如果访试 那说那你不妨用一下 云士集啊 那云士集上面的人资系统 不分他老减什么平台了 去看一下有没有人资系统嘛 那这样至少到第二页 看得到你们嘛 这是我们的最小可行方案嘛 那但是比这个再多的 你说那我们在云士集上面 有个certificate 说这个是劳动部认证 那我如果是劳动部 我就立刻就会问说 那我要多comprehensive 那这个是两边都回答不出来的 因为劳动部既没有一个 机器可执行的spec 你们也没有一个 呃就是你们后端的所有 这个叫什么 呃演算法公开 难道难道你们要open source吧 你们test case 给劳动部跑吗 这个也有困难嘛 这样你们变劳动部的厂商啦 对就是说除非是真的就是劳动部 有一个spec 那这个spec它就会变成好像是一种 怎么讲共同供应旗员那种感觉 就是说就是说你你符合这个RFP 你conform to这个RFP 那这个也不是不能够想象的 那这个是可以想象的 只是目前他们好像还没有ready到这个状态嘛 是是 好 你们有进贡气吗 新创贡气 共同采购 还没 呃呃你们是说这个吗 这一个众小企业出的那个 那个白银帮 这个吗 对 呃不是这个新创贡 我现在画面上这个 对对对这个 我有看他们出的题目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题目是关于这个 我们提供解决方案 因为这边目前看起来是 政府他们自己去说 他们好像需要 四周无人机 这个团体导览什么之类之类的 对 不过我们的确有观察到说 可以现行然后不去做法征访式 第一个不可规模 那我不知道他们这边的机制是怎么样 因为从中期初的角度来看 他的偏好绝对是 劳动部自己po一个 类似什么农业四周无人机的需求 到这个新创采购来 那这样就不会变成 他独厚哪一家的问题 因为他可以跟社会证明说 这是劳动部的需求 那接下来就是 可以多加这个没有关系 他本来每个解题的就可以很多加 那就来match这个需求 那你们说不定在餐饮上面 特别符合嘛 那他绝标就变成所有人都可以启用嘛 这是中期初的偏好啦 只是说中期初他不能 mandate说 每个政府都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规格 开这些题目上来 所以确实就像你看到的 有一些题目 比方说农业的 他就是很积极嘛 农用喷洒无人机啊 什么土壤峻象分析啊 什么之类的或现在禁领 这个碳盘查 智慧电表啊什么 这些当然都是最行的题目 对但是 但是劳机法确实看起来 没有在上面 嗯 嗯 嗯 这边有个insight 是想share一下给你 我知道就是说 呃以前大家可能普遍印象会觉得 餐饮业啊 就是由人家到的员工啊 嗯 然后别再顾companion这件事情 可是现在其实有很大的转变 嗯 因为现在其实是工作在找人 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跑去送外送 对啊 对现在我们遇到了餐厅老板呢 特别是他们本来就经营的不错的 他们现在有很大的pain point是hiring 就是说哦 他要怎么让员工愿意进来 嗯 所以他们哎 不想说我一定要合法化 嗯 因为我我我我这个对 就是他们会认为 现在他们的观念改变 就是说员工服役正式要确保 嗯 他找不到人 对啊 连外送员都有工会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不能比他们差 其实现在我们去走 这个点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就是说其实整个产业也在转变 然后现在新的老板 不是那种比较老的 就是新一波的那种餐饮 年轻的老板 其实都有这个概念 就是我我其实要一套系统 帮我弄好好了 我也不想要去这边算什么加班费啊 什么我就把它弄清楚 然后我认证去听我的特色产品 或者是我的品牌 嗯 这才是对的 然后员工也 也也世气也很好 因为他的福利就是对的 嗯 然后如果是也是 transparent 像我们的app的员工 就是可以打开 他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记录 然后我们 我们新资单这些也都是 transparent 嗯 然后他的交易费计算 我们都直接列 像刚才那个实际公司表 我们就是列说 你这个交易费是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都尽量要做到 transparent 嗯嗯嗯 对啊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啊工部门如果可以开始 慢慢有一个program 我们可以去follow 那整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转变 应该讲 因为我相信这个在 这个在全世界应该也很少有 国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嗯嗯 那也是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机会 这样子 我们可以 我同意啊 我同意 这这绝对是 而且就像你说的 对于新的世代来讲 他可以选择的变多了 呃 本来外送新盛以前 没有那么多外情的 那或者是 现在他可以透过线上的工作 立刻就找到很很远的地方的 working opportunity 那甚至出国 那但是这个在以前 等于他选择少 所以就容易压榨嘛 那现在 现在就很难压榨 事实上是这样子 对对 但我的point比较是说 呃 因为呃 就是 政府的软体采购 或者是新创解题 他还是以那个需求机关为准 所以如果劳动部 他的需求 现在没有到这一步 的话 我们很难从 因为我们是平台方 我们很难从平台方去要求 呃 我们的这个甲方 呃 去去开出新的需求 但是如果这个是实际上面 就是你们服务的这些 餐业的pin point的话 也许不要等劳动部啊 也许就是 用用云士级 然后我们就横向的 呃 去去说 那大家的sharing point 在云士级 我们解决一些 包含检索的问题 或结账拆账的问题 或怎么样 就尽量让云士级 变成一个你们不需要 额外花人去维护 他自动帮你带来客源啦 的这些地方 那如果到这一步的话 我觉得你就比较comfortable 对吧 嗯 确确 我们说到点就是 我们有观察到 至少这种这边 他现在也许不叫paying point 因为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满 现行的这个做法 没有办法满到的地方 嗯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这个就是 呃 劳动部他自己的问答击 最近就提到说 其实70万家 大部分又是30人以下 但是因为人力有限 嗯 应该说他们 普遍的问题就是这些 中小企业老板 他缺乏法律认知嘛 对 但是因为政府人有限 他又不可能去 真的全部规模化 去做到 呃 方向组合法 所以才会有所谓 大家以为 政府只抓大放小的 这个情形 嗯 所以我目前就是 想说 我们的确有个规模化的方式 能帮到这件事情 嗯 嗯 那我同意啊 我们刚刚在讲就是有 就是meet you where you are 因为实际上 你不可能明天就变成 劳动部的厂商 不是他开个标案 你变成乙方 呃 突然国进民退 你变国英事业 不可能嘛 所以 你们毕竟是在 自由市场的心上 对 那所以如果 如果你们的这个位置 没有要改变 那我们中间就要 多一个平台方 嗯 你才能meet到劳动部 所以 因为劳动部也不可能 呃 一下子就改变 他的这个立场 说 我们就全部用演算法 做法尊 他如果要这样子做 他应该已经publish 像警官会那样的东西了 对 对 但是他们就还没有这样做嘛 所以 就说你们也没有办法 meet他们 where they are 那所以 所以两边都还没有办法 呃 立刻改变自己的 基本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的 比较好的解法 就是在中间 有一个contact point 或一个meeting point 嗯 那这个meeting point上面 你们如果需要更多的 certification 放的位置等等 那理论上是 加在云市级上 而不是劳动部 直接授予你 因为他直接授予你 现在只有 你是他的厂商的这种做法 是对啊 对那同样道理 就是你对云市级有什么要求 云市级改比较快啊 比劳动部改快 是 所以就说你 我们在中间先把这个 呃 概念做起来 那这个概念做起来之后 就是说演算法能够有效的 帮助你达成法尊 那那这个概念做起来之后 慢慢他可以扩散嘛 就是他往劳动部那边是说 当你这边开始有很多个 类似的 可以解决他的法尊问题的时候 那他的访试 他就比较好推荐 说那你无论如何上云市级就是了 那从你们的角度来看 就是当云市级的这一套 呃慢慢可以说服 很多不同的部会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petition说 那你要不要开一个新创采购解题 或者是怎么样 呃来更进一步的 往我们这边靠拢一点点 嗯 对就是他他还是要 呃先彼此看到啦 才能够彼此互相走近嘛 对 对 好啊那那我就 我待会就就请那个 咦我们 呃Social Innovation Lab的人 有在线上吗 好像没有 反正有录影 好那我之后 就会请我们这个社创相关的同仁 至少先对你们 云市级的这几个需求 那如果需要的话 他们会再回来访查你们的 实际的需求啦 对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改善 那其他的呃 我觉得就一步一步来 那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提议 OK 谢谢谢谢唐凤 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们还有点时间 嗯 好那我们后续呃 该怎么去发博这件事呢 以我们的角度来说 对就说呃 我們這個部分 我剛剛的最基本的這個筆記 就是我先貼在我們的chat 然後你寫封信 給我們負責社創的同仁 然後可以CC我 然後這個筆記我只是 就是我沒有想到要學 所以只是先亂記 所以你把它稍微展開一點 然後那寄給我們社創的同仁 然後跟CC我 然後我再forward給雲世吉負責的廠商 然後之後勞動部那邊的話 我們就先看雲世吉這邊 調整的情況 然後那個messaging 特別是如果你們不希望叫人子 希望有什麼新的分類的話 也許也寫在那封信裡面 那不然的話我們就暫時先 meet at 人子這個位置 好 我把這個copy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可能幫我展開比較具體一點 好 沒有問題 然後elaborate 對 對 好啊 看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嗯 我們想要問的大概大致上都 有提出來啦 然後我覺得定員討論也 也有一個方向 有個方向去包 up 嗯 好啊 對 非常感謝唐豐 沒有問題啊 大家都這個創業嘛 所以 我們也是公布門內部創業 所以就 就挑一些minimal viable的一些方向吧 我們就一起努力一下 嗯 好 謝謝 好感謝 拜拜 拜拜